靚媽林家欣雖然有女兒萬事足 不過都沒有放下工作 早前家欣和張家輝合作拍戲 還遠赴澳洲取景 和兩個寶貝女分隔兩地 足足一個月 都是我有史以來 和家人請最長的假 我想不會再長一點 因為我發覺一個月都是一個極限 但也好 因為我都有一個空隙 給小朋友去掛著媽媽 一天見 沒那麼掛著 我走一走去拍電影 回來他們就好像樹熊一樣 我又很開心 很享受 張先生有沒有跟他們保持著你 其實我出發前 我每一天寫了三十封信 我每一天都請Auntie 就放在信箱 每一天小朋友就可以得到我的手寫信 我都會有些不同的說話 想跟他們說 所以出發前寫了三十封 他們都收到 既然家欣忙完新戲 就可以多一點時間陪兩個女兒 接下來小朋友放暑假 不知道家欣又有甚麼計劃 你知道現在香港做小朋友 都相對比較辛苦一些 所以我覺得去到暑假 我也不想他說特意要學些甚麼 我覺得總之你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有些他們放題式玩 會不會去旅行 都會 都會去旅行 最重要是不用特意學東西 對 堅持不做怪獸家長的家欣 計劃了其中一個暑期親子活動 就是一起看電影 其實我的看電影配本都是好的作品 或者是好的故事的內容 其實都是大人和小孩的一個橋樑 有時做媽媽 你說的說話 又可能會比較沉妙 但透過電影去跟她說 其實感覺又很不同 你看電影的反應是怎樣 會不會問很多問題 或者有時很感動 都會的 有時一直看 一直說 為甚麼… 你知道小朋友很多為甚麼 所以經常都會說 在耳邊跟她解釋 家欣還讚女女有音樂天分 說又被女女學敲擊樂 不過就說女女學音樂 並不是為表演 而是為興趣地說